你醒了 太后 臣妾姐 不必不必 快躺下 你现在可是有身孕的人 臣妾有喜了 那贤贵人还好吗 多亏有你 舍身去抱着他 只是动了胎气 太医说需要静养条理 太医刚才给你把脉的时候 发现你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幸好菩萨保佑你们两个和孩子都没事 皇帝 他现在可是大功臣 救了贤贵人 还怀有龙嗣 给他提供位分吧 挨家去看看贤贵人 你关怀一下他吧 儿臣明白 七香 你为何要去拉贤贵人 当时你不怕自己有危险吗 其实臣妾平日跟贤贵人关系并不太好 但是看到他要摔下楼梯 臣妾没有想那么多 只想着他怀有龙嗣 所以臣妾拼命也要救他 不可以让皇上的孩子有事 没想到 你心心这么纯良 难怪能跟瑶瑶是好姐妹 以后正会对你们两姐妹都好 今日天气真好 皇额娘 臣妾给您包了橘子 哟 姐姐 瞧咱们皇后娘娘多孝敬你啊 哎 皇后啊 你别把心思都用在我这个老太婆身上 多在皇上身上下功夫 皇额娘 皇上都不来锦人宫 臣妾也没有办法呀 经过上次罚兰贵人 跟他不能见面 皇帝就跟哀家疏远不少 他在跟哀家置气 觉得哀家不该管 其实臣妾觉得 可能是兰贵人跟宫领女子不太一样 皇上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皇上平日朝政压力挺大的 臣妾觉得 兰贵人只要不是宠儿交 您就随他们吧 皇后娘娘说的对 妹妹觉得你越管得紧 皇上就越想兰贵人 倒不如随他们去吧 哀家倒不是不喜欢兰贵人 皇上不要他事情也罢 但是皇上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一个月都不去后宫一次 身为皇帝一定要做到与陆君瞻 权衡立弊 前朝后宫紧密相连 再说了皇帝目前就两个子嗣 子嗣是兴旺王朝的命脉呀 姐姐 咱们年纪都大了 该是享福的时候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她们都年轻 子嗣都会有的 以后的事都交给皇后和贵妃管吧 哀家想想清福吧